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吴季柔 辽宁安山市台安县高丽防镇的上万民众 上周六至今连续示威及怒杂镇政府 抗议当局以招商引资为名 建起的镍岩场造成严重污染 当局出动防暴公安及装甲车镇压 多人被抓 当地村民对本台记者说 当地水和农作物已经受到严重污染 水都是黑色 当官的家里做饭只用矿泉水 有些领导已经搬到别处居住 金属镍的毒性很强 呼吸含镍的空气会伤害肺部 喝含镍的水可能致癌 海南省乐东县英戈海镇村民 本周连续两天抗议后 当局周五凌晨释放了被捕的村民代表 但是又抓了一位海口的代表 星期五该镇再有超过万人 在镇政府外示威游行 敦促当局撤销兴建电厂的计划 并承担被打伤村民的医疗费 当地政府计划在英戈海镇附近 兴建一座燃煤发电厂 引起村民对环境污染的担忧 不同意政府的计划 因此引发了这场大规模 持续数天的抗议示威 4月12号上午10点40分左右 大量中国网民反映互联网 出现断网的情况 无法访问海外网站 甚至经常用的MSN、Gmail邮箱 苹果应用商店都无法链接 同时也有在国外的中国网民 反映无法登陆中国网站 但是中国国内网站的访问正常 未受影响 这个现象在中午12点20分左右 开始缓解 海外网站恢复访问 针对这个突发情况 有人认为是中国电信的 骨干通讯网出现故障 但中国两家宽带营运商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12日都否认骨干网出现故障 引发中国政坛地震的英国商人 尼尔伍德的中国籍妻子王露露 据报因此被中国警方噤声 据路透社援引 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的话说 王露露最近被警方询问 并被要求不要接受外媒的采访 该报道还援引 另一位王露露的友人的话说 在得知薄熙来的妻子骨开来 涉嫌杀害伍德之后 王露露表示很难相信 他们两家走得很近 骨开来还是伍德两个孩子的教母 中国南方周末记者冯杰 最近获得了中国2012最佳环境报道奖 最佳记者奖 他表示 记者的最大威胁和危险 不是有人去抢你的录音笔 不是有人在跟踪你 而是不被允许出声 冯杰参加撰写的 渤海易游系列报道 华北城市供水危机迫在眉睫 我为祖国测空气等三篇作品入围 据德国之声报道 彭杰说 去年渤海易游事件的消息 一开始是被隐瞒的 肇事的石油公司和主管的国家海洋局 都没有主动披露消息 朝鲜在13号发射卫星失败后 美国及其盟国纷纷谴责朝鲜的挑衅行为 认为会威胁到地区安全 不过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 则敦促各方克制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谴责朝鲜的行为是可憎的 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 对朝鲜做出谴责 但是俄罗斯已经声明 他会反对任何针对朝鲜的新的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 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不要做出有损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情形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